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奈何 现实中虽然也有着不少的双向奔赴 但是与此同时 却也总有那么些时候 一个人很喜欢你 但是你就是不喜欢他 你很喜欢一个人 但是对方却并不喜欢你 你不喜欢的人 当你从一开始就对他没有任何的好感 那么后来 不管他再怎么做 你也很难对他改观 不喜欢你的人也是如此 当他心里并没有你的位置 你做什么也不过只是徒劳 一厢情愿的爱 从来都是这样 从头到尾 也不过都只是一场独角戏 这样的爱 能够理智一点直接避免 那当然最好 可是如果有一天 一不小心你陷了进去 当看情限时后 你最好还是及时抽身 情不知所起 但是这份不能持续的感情 你还是要及时之随 一 你不必因为他不爱你 就怀疑自己 有句话说 喜欢一个人的最基本的反应 是会觉得自卑 当你喜欢一个人 本来就会怕自己配不上他 这时候 要是你的喜欢 还并不被他所接受 你当然难免会更加怀疑自己 觉得一定是因为自己不够好 所以他才会如此 在你的心里 一旦有了这种情绪 你的自卑 往往就会渐渐被摧毁 随着你变得越来越不自卑 你可能会觉得 要是自己能够好一些 那么他一定不会这般对你 可其实 事实并非如此 爱情虽然讲究门单户对 但是却并不只是要你足够好 别人就一定会喜欢你 欣欣遇到阿远时 欣欣刚和前夫离婚 满心对爱情的失望和心灵辱不清的创伤 欣欣一直觉得 可能这辈子都不会再遇到真心实意对自己好的男人了 亦或者 老天根本就没有给欣欣安排这样的人来拯救自己 为了疗伤 欣欣抱了一个团出友 选择边看风景和自己和解 谁料 就是这一次 那个对的人终究出现了 虽然出场有点晚 阿远不嫌弃欣欣欣二婚的身份 也不嫌弃欣欣带着前夫的孩子 只是全心全意地对欣欣好 仿佛要把以前阿远不在的日子都逆不回来 欣欣又重新回到了之前的那个单纯 笑容甜蜜的自己 原来一个男人的宠爱 真的是一个女人抗争岁月最好的化妆品 有爱情润色的女人 怎么看都是美的 倘若跟一个男人在一起后 你变得越来越丑 越来越差 或许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他不是对的那个人 在感情中 一个人再不好 也依旧还是有人视为珍宝 生怕被别人抢去了 而就算你再好 也并不是谁都会喜欢你 依旧会有那么些人 就是不喜欢你这种类型 所以 你完全不必因为一个人不喜欢你 就觉得那是自己的问题 那不是因为你不好 不过只是你再怎么好 他也并不稀罕 他想要的人 从来都并不是你而已 二 那份心意 你尽管默默地藏在心里 不管怎么说 喜欢一个人 被一个人喜欢 那都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有人喜欢你的时候 即使你并不喜欢他 多多少少 你却也会从他的喜欢里 获得一些力气 让自己相信自己还不错 是有人喜欢自己的 而在你很喜欢一个人 他却对你并没有什么意思的时候 虽然他总是对你比较冷淡 但是一想到他 你却也就会觉得非常的开心 甚至非常的知足 你没有赢得他的喜欢 但是那至少说明着 原来你也还是能够去爱 在一定程度上 或多或少 他也让你感受到了一些甜蜜 和一些美好 这样一份爱 当你们并不能有一个未来 你不必总是自愿自意 也不必总是觉得不甘心 就尽管好好享受当下 然后把自己的这份心意 好好珍藏起来 对的 错的 那都是经历 用心爱过的人 虽然他并不能成为你的未来 但是当他路过你的生命 却也会带给你一些成长 赋予你的生活一定的意义 三 专注自身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 你好不容易才对一个人动了心 好不容易才爱上了一个人 你当然不该轻易放弃 只是在你努力过了 认清了你们确实不可能的事实过后 你却也不必勉强 从此以后 你尽管把时间和精力 全都放在自己身上 却好好锻炼自己的身体 却好好学习一项技能 却好好培养一些兴趣爱好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虽然说当你变得越来越好 依旧还是会有些人并不喜欢你 不把你当回事 但是一个更好的你 却也会更加有机会遇到一些更加不错的人 不论什么时候都好 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 然后从各个方面去提升自己 让今天的自己始终都由于昨天的自己 那永远都是并不会有错的 因为那时候 哪怕只是自己孤身一人 你也能够保障自己的生活水平 当你有幸遇见良人 你更是能够给对方一个足够优质的爱人 置身于一段更加高质量的感情 小时候很多人以为 当自己爱一个人 那个人就一定会爱自己 而越是成长 每个人却也越是会明白 没有办法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爱一个人却并没有什么办法拥有 在大多数时候 这更是生命的常态 既然事情只能如此 那么当你爱的人 他并不爱你 你就只管好好享受当时 好好感受自己喜欢他的那份心情 然后再让这份爱随风而去 没关系 从此以后 他会有他的归属 你也会有你的感情 会有那么一个人 刚好他很喜欢 也会有那么一个人 刚好就很喜欢你 你们不是彼此的归宿 但是你们却也都会有着自己的终点 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觉得文章还不错的话 欢迎把文章分享出去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转发 都是我们进步的动力 世界很大 让我们在听书阁 一起成长 另外听书阁现在开设了一个新栏目 听见您的声音 栏目会在每周三晚上八点 和大家分享一些听众的情感困惑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 发表您的看法和建议 灵眼希望大家都能怀着最大的善意 发表言论 如果您想和大家分享您的情感问题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邮箱 预设我们可以将您的来信 制作成视频 请放心 我们会对您的个人信息 进行保密 如果我们采用了您的故事 会在发布的时候回复您 您可以查看大家的评论和建议 世界会因善良而变得更加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